距离团结政府提成2023年财政预算案倒数一个多月 首相南都斯里安华今天出席财案对话会时揭露 前朝政府的采购案存有贪污行为 如果杜绝这种歪风能够为国家省下100亿令吉 对此安华有意修改政府现有的采购模式 让整个制度变得更加透明化 今天出席2023年财政预算案对话会的首相南都斯里安华 率先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测 也就是全国经济将会下滑 要人民做好心理准备 他说全球受到东欧战事和后疫情时代的影响 经济前景确实存在不确定性 而我国的国债更是将近1兆5000亿令吉 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0%以上应该加紧处理 但安华表示 如果我国停止一切的贪污腐败 中央政府可以在采购的过程中省下高达100亿令吉 从而减缓这笔天文数字的赤字 因此他主张打击贪腐修改现有的采购模式 另外 安华还谈到内阁成员的申报财产程序 他调侃过去的申报方式无法反映出当事人尊重的财富 实责和闹剧没什么分别 不过是政治噱头 为了杜绝这些歪风 他已经和各机构探讨更透明的制度 而在辅助人民的课题上 安华指出 政府已经采取目标式的补贴机制 包括为中低收入群体 农业和中小型工业提供电费补贴 同时 当局也会认真检视总审计司报告所提到的疏漏 从中鉴定问题 再找出解决方案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至于全国的城市规划 首相南都斯里安华表明 政府将会努力提升都市的竞争力 但没有意愿兴建多一座地标 他认为我国已经有国有双峰塔和 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TRX 这些代表性建筑 因此没有打算参与较量的他 扬言在安华的执政时代 绝不会再建立新的地标 首先表示他将会关注都市的整洁和景观 以及给国内中小企业和摊贩更多机会赚取收入 他还分享自己的经历 指每个星期五在时当用餐时 发现政府对中小企业和摊贩的关注确实不够 因此有必要聚焦这个领域造福基层人民 同时他也呼吁大企业和关联公司 透过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协助小型商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